2016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有來自28個國家20支隊伍來台角力進輪 特別是在中華隊中 盧紹軒是本縣土生土長優秀選手 期盼中華隊可以拿下優秀成績 為難投籍國家爭光 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這個活動真的帶領到南大觀的觀光 跟一些參與的提供 很感謝我們館長很用心去進出賽事 因為這個賽事包含全世界 將近30國的國家來在南大觀比賽 這回中華隊也有一個南大觀的主地 他叫做盧紹軒 他在這裡也有參加到我們自行車環台大賽 也在這裡祝福中華隊可以拿到最好的信心 今天不巧天后不佳 但選手們不為風雨全心衝刺 議員曾正言十分讚賞 也勉勵鄉親能學習他們的毅力 及堅忍不拔的精神 我們的館長也很重 我們的體育方面 我們的體育室跟我們的觀光局 都很用心 今天一家都好也都好落後 我們這些選手都可以說是風雨無阻 都這樣頭痛到尾 對台灣老闆和單位 他這個毅力堅持不拔的精神 就是我們 每天就我們的年輕人來學習 這個大賽在南投線來舉辦 我相信可以不斷行銷台灣之美 偶爾也在國際媒體報導 台灣南投線好在哪裡 在哪裡 議員侯明科表示 南投好山好水 風景秀麗不在話下 這次的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 一定會讓選手教練隨對人員經驗 為南投觀光加分 今天很高興是我們2016國際自行車環台第四站 來到南投觀 大家都了解 南投觀是一個好山好水的 好地方的一個南投的公光大觀 今天我們國際自行車環台賽第四站來到南投 一定讓我們所有的國際性的自由車家的選手 體驗就是南投的水、南投的好、南投的環境 實在是全世界所一所二的 此次的環台公路大賽中 南投是首次交入賽程 除了讓在地民眾可以看見難得的精彩賽事 也成功的展現南投的熱情與美景 期盼透過這次的比賽 將南投行銷到全世界 民意新聞林佳慧南投採訪報導